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专题部记者亦凡综合报道 几大征兆出现,中国中产阶级崩塌 随着中国房地产危机的爆发,中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明显下降 以中产阶级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商品,包括新款苹果手机、钢琴、豪车、名表等 销量全都呈断崖式下降 2024年新年第一周,苹果手机在中国的销量同比大跌了30% 继多个平台降价促销之后 1月15日,苹果中国官网罕见推出迎新春现实优惠活动 包括手机、电脑、平板等多种类型产品全部参加该优惠活动 其中,手机最高优惠500元约70美元 手提电脑MacBook Air最高优惠800元约110美元 消息一出,苹果官网罕见大降价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总部位于美国的投资银行杰富瑞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苹果在中国市场遭遇重创 尽管包括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在内的多款机型 在主要中国电商平台上进行了大幅降价 促销力度空前 但仍未能阻止其销量的断崖式下跌 与此同时,中国的钢琴业也进入寒冬期 从事二手钢琴销售超过20年的范先生 近日表示,2023年中国的钢琴经销商 琴行有一大半倒闭能正常经营的凤毛麟角 他说,钢琴业下行始于2019年 疫情三年比较惨 但2023年4月起突然骤减 据他估计,目前还能维持以前30%的销售量 就已经算是特别优秀的卖家 平均大概是15% 比较惨的,估计只有以往销售量的10% 再惨一点就直接关门了 范先生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中产阶级收入下降 二是对未来不抱希望 中国钢琴龙头企业珠江钢琴 去年8月发布的半年度报告显示 其去年上半年的营收同比减少60.62% 对于业绩的下降 珠江钢琴并未在财报中说明原因 但在公司面临的风险一览表示 乐器市场低迷 市场竞争加剧 经济复苏缓慢 出口贸易持续下滑 钢琴业下游的培训机构日子也不好过 据不完全统计 2022年初中国音乐培训机构有65万架 而到该年底已关闭约30% 除了上述两类 豪车 名表等消费市场都在走向崩盘 特别是二手豪车与二手名表 也是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品 中国自媒体报告追踪1月15日发文披露 当前中国的豪车 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都在大幅降价促销 但销量依然大幅萎缩 文章指出 二手豪车市场比新车市场更惨 车辆堆积 所有品牌的车价处于崩塌状态 车商已经不敢收车了 只接受计卖 在二手名表方面 文章说 这个市场2023年已经彻底崩了 从5月开始成交量就明显大跌 价格一路跌到年底 腰斩得比比皆是 房产大幅降价 中产孔城负债组 中国中产阶级的崩塌 既与房地产暴雷有关 也与中国整体的经济危机有关 房地产危机爆发后 大量中国人的家庭财富被吞噬 很多背负暗阶的中产阶级 成为负债一族 他们被迫考虑是否割肉抛出 求润还是求稳 据中国房地产住宅信息服务平台信息 二手高端住宅市场2023年呈现挂牌量增加 挂牌价下跌的特征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总价1000万元 约140万美元以上的二手房 全年共成交1.48万套 同比增加34% 其中北上广高端住宅挂牌的价格 基本上回调了5%至15%左右 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很多家庭的主要资产都是房子 这些家庭的巨额资产 都是建立在高楼价的基础上 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行 大量的房子降价 打折出售 甚至难以脱手 中产阶级遂进入贫困模式 因为他们的房子是通过贷款买的 比如一套1000万元 约140万美元的房子 首付300万元约42万美元 贷款700万元约98万美元 但是这个房子如果跌了300万元 只值700万元 那就相当于首付跌没了 号称拥有千万资产的家庭 便为最终负债700万元 要想把房子脱手还需要时间 万一买主失业或者降薪 那么贷款更难还 这种恐惧与担忧 导致中产阶级不敢消费 有海外经济研究称 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 正在重创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 70%的家庭资产与房地产捆绑在一起 楼价每下跌5% 住房财富就会消失19万亿元人民币 约2.7万亿美元 除了房子缩水之外 很多中产阶级还面临着股票投资缩水 上证指数自去年10月下旬跌破3000点后 今年1月上旬跌破2900点 1月18日跌破2800点 目前稍有反弹 所谓中产阶级 通常是指受过良好教育 具有专业知识 有一定职业能力和消费能力 有稳定的收入 和良好社会地位的社会群体 普遍观点认为 中产阶级扮演着一个 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力量 中产阶级越多 社会越稳定 反之 中产阶级减少 意味着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 社会群体之间的需求差异加大 社会矛盾则层出不穷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